我們上次講到管中的空氣柱的柱坡 上次最後講到的是一般開口一般空氣柱 它的柱坡基本上最短的就是一個1%波長 然後每一次都可以增加半個波長 也就是說下一個1%的波長 下一個空氣柱場都會達到公正頻率的是3% 然後再加一個2分之1就會達到4分之5 那因此我們可以想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長度L相當於4分之爛達 所以爛達就等於4L 是當於N-1的時候 那同樣道理這個長度是L 那這是4分之3 所以呢這代表說N-2的時候 爛達就等於3分之4L 意思類推 所以我們的爛達公式是4L除以2 1分之1 好那有時候你進不住公式也沒關係 因為你圖一換就知道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這樣子就是一個4分之1 下一個可能性呢就是4分之3 那忘記的話兩萬塊推就知道 爛達跟L之間的關係是 好那同樣呢 再來呢那頻率呢 頻率怎麼算呢 頻率跟爛達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我們的V V等於你的爛達 是不是 所以呢今天你要算F的時候呢 其實是什麼 爛達分之V 那你現在你知道你的爛達是什麼 你的爛達是什麼 4L2N-D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因此推出來就是4L 然後呢2N-D B才有V V 之後就是你的頻率 就是你的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 ok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呢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這個服務實驗課 有沒有做到這種題目 就是管理讓你去敲音叉 用那個動陣 有你有上過這個實驗嗎 有沒有 有嗎 有差不多這個實驗 就是你敲這個硬材 這個實驗其實很簡單 什麼調控硬度差不多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準備很水 對不對 比較深的 然後一個管子 比如說是玻璃管 然後你把這個 大家就講吸管 你這個管子你可以上下進入這個液體裡頭 所以當你進入液體裡頭的時候 剩下的那段長度 假設剛好是2N-1分之4L 那它就會發生最大的聲音 就跟你現在去吹隔離飲料的吸管一樣 好 那題目再跟你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就是去檢視說 檢視你的音差 你不知道音差現在的頻率是多少 那你怎麼去定出這個音差的頻率呢 最簡單一個方法就是用這種空氣柱的方法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一噴水 你把那個吸管的沖 一開始幾乎完全沒有任何露在空氣中的長度 慢慢往上拉 那往上拉的時候 你繼續敲那個音差 當你拉到我們的特定高度的時候 你喬音差的時候 聽到那個嗚嗚嗚嗚那個聲音 突然變得非常非常大聲 你找到最大聲的那個高度 這個高度 最大聲的高度 第一個發生最大聲的高度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相當於什麼 頗長的四分之爛打 對不對 然後呢 繼續往上拉 再拉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第二個 第二個高度又出現一個很大聲的聲音 那這個是四分之三個爛打的長度 好 所以呢 它是說這個實驗 還是去做這個實驗 這個音差是不知道它的頻率的 但是它由下我們把它拉到九公分的時候 發現第一個最大聲的 最大聲的這個地方 還是我把這個管長拉到九公分的地方 那要有去差 音差的程度 所以題目就很簡單啊 你現在知道說 公司是長這個樣子 公司長這樣子 那當然 你還要知道一些事情 大家知道聲音的速度是多少嗎 室溫下的聲音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室溫的聲速 三百四嘛 那基本證明用三百四十三 公司是什麼 升速的公司 你們有背過嗎 升速的公司 331加上0.6T 有沒有學過 有嘛 好 所以呢 室溫的時候呢 大概是 340 340 這個就是寫三百四十三 每公司 秒 好 那我們再來算拉 所以頻率的話 我們用剛剛的公式 用剛剛的公式 好 頻率呢 V除以 當我們第一個最高的時候 N就帶一 當N帶一的時候 這就是四分之 四分之V除以L 所以是4L 4L分之V 所以4L分之V呢 帶進去三四三 然後下面是四乘上 高度是多少 0.09公尺 所以是9813赫爾子 那可能這個音差 跑掉了 一般音差 不會有什麼特殊的頻率嘛 對不對 那可能是1kHz 1kHz 1kHz 為什麼是1kHz呢 我們來不及上那個聲音 人耳對1kHz的頻率 是最敏感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 講話的聲音 一定都要1kHz上下 1kHz上下 好 這是第一小題 好 第二小題 他要去求 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東西 應該說下兩層 下兩層 下兩層會共振的條件是多少 下兩層會發生共振的長度 你把那個吸管往上拉 拉到動到的時候 還會發生最大聲 所以很簡單 第一個 你的這個爛膽 當然你不一定要V除以F 你也可以直接算 剛剛是9公分 對不對 9公分是四分之一爛膽 對不對 你可以不用這麼算 我們這樣算 我們知道 0.09米 它對應到的是 四分之一的爛膽 對不對 所以我下一個長度 應該要對應到 四分之三的爛膽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要加 要到四分之三的爛膽 現在大家知道 三倍嗎 對不對 9 3 27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下一個呢 是四分之五爛膽 所以 9 5 45 9 5 45 9 5 45 這樣算也可以 這樣算也可以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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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吸管 這個音差共振這個實驗 就這樣子很簡單 那 這個聲音的空氣度 是一個簡單的系統 事實上 大部分的情況 去看這個共振的話 也說呢 不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牽繩到的是 所謂魔上的震動 什麼叫魔上的震動 就打鼓嘛 對不對 打鼓的時候它會震動 甚至還有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你不要說打鼓 這個有時候 譬如同學們辦活動 要拉開一塊布 對不對 你拉開一塊布的時候呢 風吹過來 那個布就在那邊震動 在那邊晃 對不對 那它晃呢 會有一些特定的模式 如果你們做過一個 把豆子或是沙灑在這個打鼓的膜上面的話 去敲它 去敲它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些特殊的形狀 怎麼樣特殊的形狀呢 來看 這張圖 這張圖 你看上面有一個數字 有沒有 0111202這種 這什麼意思呢 前面這個數字 前面這個數字 代表我沿著圓中走的時候 我有經過幾個不同的節點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我們現在要看 後面變個數字 我們現在要看前面的數字 我今天在圓中這樣走 我現在是0 什麼意思 我這樣走 都沒有碰到不同的震盪的波幅 對不對 注意喔 藍色跟黃色是 比如說藍色是鼓起來的話 黃色就是凹下去 所以比如說 以這張鼓來說 依依這張鼓來說 你看到的是 假設我今天從那邊做得很潔面 你看到的鼓膜會長成 塞的一個形狀 這樣了解嗎 假設我11這個圖啊 這個鼓膜 我們剛剛說這個跟11對不對 那我今天如果做一個橫截面 這樣截過去 然後假設x 那我看到了牆 看到了鼓膜的高度 會長什麼樣子 這樣切過去它可能就是 它就是長成這樣子 這樣難的意思嗎 好啦 那我現在呢 這個 我們先來看 前面這個是不是0 我這樣走一圈 我都沒有碰到任何人 確實0 1 那我這樣走一圈 我有從什麼呢 從藍色變到黃色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遇到一次 一次的變化 2 1呢 我這樣走 到一次黃 又遇到一次藍 這樣子 所以 應該說 我有經過幾個這個界面的這個點 所以我這樣走一圈 一個 這樣走一圈 應該說 一組跟兩組 這樣是一組 這樣是兩組 那我這樣走一圈 有三組 對不對 三組藍 這個藍黃 藍黃 那這邊走一圈呢 就一次藍黃 對不對 所以前面那個數字呢 代表是經過幾組的什麼 高跟低 那後面這個數字呢 後面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你由邊緣往中間走 所以一個叫做近向 一個叫走向 我往中間走的時候呢 我會遇到幾次 這個藍跟黃的變化 所以為什麼這是1 1呢 我這樣走一圈 我遇到一組 往中間走 我遇到一組 那2 1呢 我這樣走 遇到兩組 所以這個是一個膜 震盪呢 會形成的一種鑄波性質 所以假設你有高速攝影機的話 你去敲這個鼓去拍照 你會看到鼓膜 可能長成這個樣子 顏色代表凹跟凸 顏色代表凹跟凸 那當然不只這些形式 有很多很多種形式 好 比如說像這樣 這是一個鼓嘛 對不對 你把那個砂 放在上面去敲它 敲敲敲敲敲敲 欸 你們就看到 就有不同的樣子 就有不同的樣子 所以像這張圖 這邊 經過一個1 對不對 往這邊走 經過一個2 所以是一個什麼 以2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呢 這個就22 22的形式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不要看這個啊 這個人家 國小科展啊 做這個皮膚你知道嗎 他們只要做這個皮膚 做這個鄉土的皮膚啊齁 宜蘭的小朋友很可愛啊 他說他們家那邊 產很多稻米 對不對 他們想要用這種形式 來篩選這個 比較輕跟比較重的 這個稻米 對不對 有些稻米裡頭 那個裡頭是空的齁 啊 怎麼要篩選 他就去敲它 去敲它 那比較輕的呢 自然會比較外圍 比較重呢 就會比較在內圍 對不對 他想要用這種形式去敲 那當然很多基礎上的問題 比較好 如果這種東西呢 人家也拿來 可以來做一些研究的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這個 國安米推訓 這個波動方程式 那波動方程式呢 我們怎麼去研究一個波的行徑呢 我們就需要 一個所謂的波動方程式來做 所以一個行徑波呢 他可以用這個微分 微分的一個方程式 來做一個表示 那時候 行徑波的微分方程式 我們就稱之為什麼 線性的波動方程 那這個波動方程呢 可以用來描述一個 一個所謂的這個 行徑的這個 harmonic wave harmonic wave就是 所謂的這個斜波 行徑的斜波 好 好 那怎麼去出發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函數呢 可以由 y-y-sin x-ome-1-5 就是 一個 一個 一個harmonic wave 它最一般的形式 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它的k 波數 包含了omega 角頻率 以及什麼呢 以及5 相位 這三個要素 那不要忘記k 是描述空間上的分布 omega 是描述時間上的分布 相位呢 它跟你的七十字有關 那y0呢 就是你的正幅 好 所以呢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方案式呢 做一個二次為分 做一個二次為分 好 sin為兩次會變成什麼呢 還是sin 這是差一個什麼東西呢 sin為一次分 還有把y 去對x做兩次為分 所以會變成什麼呢 這個是sin kx 對不對 後面跟x無關 不管它 所以我為兩次分 就把k拿兩次出來 所以變成是負的k平方 ysin kxn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已經被選過了嘛 對不對 不要說不會喔 好 那這個是呢 我們把它移下移下 把這個負k平方移過去 所以我們這個為兩次分之後呢 我們的長相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的ysin kxn 其實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負k平方分之一 partial平方y partial x平方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函數為兩次分 就會除以負k平方 就跟原來一模一樣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呢 假設我們的y對t去為分呢 這是對空間嘛 對不對 今天我們來對時間去為分 假設對時間為兩次分的時候 這時候k就不管它 我們只管omega 好 omega這個部分 因為sin為兩次分 它會變成負sin 對不對 那這個負omega 提兩次出來 兩個負的又變成正的 所以這前兩次維持一個負的 那你只能它變成負的 就是omega平方 y0sine ks x5 這個也會算吧 會吧 可以齁 你們覺得都還ok吧 可以嗎 這件事情應該沒問題 可以啦 知道sin 再會不會是孤sine 再維持一個又變成負sine 負sine 好 所以呢 這是我們同樣的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怎麼樣 把負omega平方 提向過去 因此呢 我就得到一個東西 y0sine ks omega 加分 會等於負的omega平方 分之一 partum 好 那你上下看一下 上下兩個 剛好長得一模一樣 對不對 它的左式都是 y0sine ks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說 這兩個字根本就是相等的 對不對 這兩個字根本是相等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湊在一起 那大家還有一個條件不要忘記 我的b等於omega出於k b等於omega出於k omega 角平率k 坡數 再複習一下 同學都會忘記 什麼是omega 什麼是k 對不對 omega 這個整個明天 你剛剛知道 哪一分之二拍 對不對 k 等於什麼 二拍 除以三拍 二拍 除以三拍 就是說 注意到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二拍 什麼是二拍 一個圓周的 一個圓轉移周 它所逆經的這個角度 叫做二拍 對不對 它不是真實的長度 它是 四角度 對不對 所以 角頻率 在物理上的定義是什麼呢 你在一個周期之內 你在一個周期之內 對不對 如果你在二拍 這樣一個角度 你在周期之內 可以走幾次 對不對 相同的 這個 今天你的這個角度 是二拍 你在這樣的波長 可以走幾次 所以這個波數 這個波數 這樣瞭解意思嗎 瞭解意思嗎 好 ok 那 所以呢 這兩個相處呢 這兩個相處 會變成什麼 這兩個相處事實上會變什麼 來 omega數以k omega排k 就等於什麼 來 omega在上面是t分之一 對不對 A二拍二拍消掉了嘛 這是爛大分之一 所以是什麼 爛大除以t 長度 長度 除以時間是什麼 爛大是長度嘛 t是時間嘛 所以就等於速度 好 所以呢 我們的波數 並等於omega 除以k 那這兩個有相等 那因此呢 我們把它湊一下 把它稍微湊一下 所以我們知道 負的k平方分之一 part9平方y part9x平方 等於負的omega 分之一 part9平方y part9x平方 這是讓上下相等 因為他白就給他了 所以這個就跟他相等了 所以這兩次相等 好 那我們進一步 把它移向一下 然後呢 順便把這個k出過去 當你把k出過去的時候 把你這整個k出過去的時候 這變成什麼 k平方 除以omega平方 對不對 k平方所以omega平方 不就是 v0分之一嗎 對不對 你把k喔 抵到這個上面去 它就是v0分之一嗎 那因此呢 我們一下 然後把k出過去 我最後就得到 我方式變成什麼 part9平方y part9s平方 等於v0分之一 part9平方y part9平方y part9平方 就是我走的 就往v的方向走的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普通方程式 好 到目前有什麼問題 那寫到這邊為止呢 當然還沒完啊 那這樣的一個方程式呢 他這個k平方的一個方程式呢 他的解會是什麼樣子呢 假設y1跟y2 都分別是他的解的話 那麼他們這兩個y1跟y2呢 他的限定組合 比如說y1乘A倍加上y2乘B倍呢 他也會是一個整方程式的解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未來在工程數學會 會教你們 工程數學上面 那看到這個普通方是 不要害怕 他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不要忘記 欸你們篇尾分學了嗎 篇尾分學過了啦 學了嗎 知道這個叫做篇尾分嗎 你們沒有完全沒學過 那我還是講一下 這個問題的分解是在於你們 根本看不懂這個方程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好 我要講一下 什麼叫篇尾 什麼叫權尾 你們一般用的這個符號 比如說這個 第一就是權尾啦 一般來說不是講這個是權尾分 用的符號 我們用這個符號叫做權尾分 partial 然後這個偏尾 全圍跟偏尾有什麼差別 譬如說今天我有一個函數 Z 等於 x 加上 6y 好 假設我今天 對Z做全圍分 譬如說 我把Z 對 時間 做圍分 做全圍分 那麼他等於值會是多少呢 x跟y 先這樣考慮 x跟y 都是什麼 都是變數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 這也是變數 那這樣的圍分 什麼呢 他要圍分 所以 x一般的圍分 是把2拿下來 對不對 這個總知道吧 所以變成 10x 加上 6 這個有問題 全圍分 這個知道吧 這個學過吧 沒學過 沒學過 學過嗎 你們圍分 現在也學這個東西嗎 還是你們還在學極限 如果我們現在還在極限 可能蠻糟糕的喔 那個 奇摩怕我可能會蠻慘的 對不對 全圍分學過吧 學過齁 都學過齁 在兩天圍分的喔 假設今天我寫成PARTZ PARTX的話 會成什麼呢 他只對 你的 違規的因子 x 作用 所以如果 我寫成PARTZ PARTX的話 會變成什麼 10x 加上6y 對不對 10x 這樣10x 10x 因為 你的6y呢 是等於常數嘛 常數的違規是什麼 0嘛 對不對 常數的違規是0 所以假設我今天 對x做偏規規的話 正同 只要是x的 都當作變數 不是x的 都當作常數 所以我今天 自己對x做偏規規 讓它變成10x 同樣的 我把自己對y做偏規規的話呢 會等於s吧 好 真的是常數 就沒有了 對不對 我就剩下6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偏規規的意義是什麼呢 知道嗎 不要純粹都是數學符號 數學是一種工具 你不要被它奴役 你要去奴役它 對不對 偏規規的含義是什麼 其實偏規規 比偏規規好用 主要原因是什麼 你們都知道做實驗吧 做實驗有很多種變因 對不對 你今天去操縱某一個變因 你表示其他變因都應該不動它 是不是 譬如說今天 你有一個氣球 有一個氣球 今天你有一個氣球 長這樣子 對不對 臉書不是常有這樣子嗎 對不對 你跟誰已經好朋友幾年了嗎 有那個黃色氣球嗎 對不對 有看過嗎 氣球 氣球都有看過嗎 好 我現在講一個事情 這邊氣球它有一個體積V 決定氣球體積的因素有時候 假設氣球已經封死了 對不對 有什麼一樣的因素 可以讓氣球體積發變化 第一個 壓力嘛 對不對 你加壓它 壓力是P嘛 對不對 壓力 你對它加壓 或是把它放到一個抽真空的環境 它體積會變大或變小 對不對 不是第一個嗎 有沒有看過把氣球放在一太蛋裡頭 有沒有看過 氣球放在一太蛋裡頭 氣球放在一太蛋裡頭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會縮小啊 沒有看過 好啦 下次有上到第一位之後再帶一太蛋給你玩 溫度也會是一個因素嘛 是不是 溫度也會讓你體積變大或變小 對不對 好啦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氣球的體積的時候 數學是寫起來很嚇人 V of P P T 都完了 從出生到現在草莓套中有複雜的函數 對不對 函數有兩個變數 VT PT 對不對 但是假設今天我們只是在室溫下 去加壓改變這個體積的時候 那這個變數 是不是一點用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 你在做的事情是在室溫下 拿顆石頭壓在氣球上面 改變它體積 數學上的寫法就是PARTIAL 1 PARTIAL 1 就是這樣子而已 要解意思嗎 PARTIAL就是你的 什麼 控制變形啊 你控制什麼東西讓它去改變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真實生活中 不管在工程或在什麼樣的條件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通常都是用偏微微 因為你只是 控制了某一個變形去做實驗 請人不要被室溫浩浩給你無意了 因為看到這個就覺得 他這種天數都是 你不知所欲的東西 他只是一個控制變形 當你控制變形的時候 表示什麼 溫度 不會變它這個常數 對不對 什麼叫做常數 我們再回想一下 什麼叫微積分 什麼叫DX x 就是我x 有 有一點點微小變化 對不對 比如說從x1變到x2 好 寫文字有的不懂 比如說x是5 是5 5公分好了 5公分 3 5 逆方公分 變成5.001公分 公分 逆方公分 這叫DX嗎 對不對 所以我的題詞的話 0.123456781 這叫題詞 不要忘記喔 微積分的本意 本意是要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今天做事情做一個微小的變化 那你的性感會變成怎麼樣 今天我從一個大氣壓變成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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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大氣壓